本期我们继续盘点赛文奥特曼中的怪兽 19.贝尔星人 贝尔星人两年前就来到地球 在3000米的高空 创造出了虚拟空间 为了掩人耳目 贝尔星人把虚拟空间伪装成云朵的样子 虚拟空间内部还有许多动物 虚拟空间是靠贝尔星人维持的 一旦贝尔星人消失 那么虚拟空间也会随之消失 贝尔星人声音像馋一样 可以发出高频音波 音波的频率能刺激人类的脑电波 连赛文也抵抗不了 二是古蒙家 古蒙家是贝尔星人创造虚拟空间里的动物 古蒙家外貌酷似蜘蛛 但仔细看更像螃蟹 古蒙家一般藏在草木之间隐藏 等敌人靠近发出绿色毒气 如果人类吸入这种毒气 轻则吐血身亡 重则死无全尸 二是一巴德星人 巴德星人自称宇宙帝王 巴德星人长着一颗星形的脑袋 全身长满了尖刺灵鳖片 全身呈颜色为肉色 巴德星人之所以这么设计 是受到了美国影视作品的影响 巴德星人为了毁灭地球 把飞船藏在了公布博士住的别墅地下 并绑架了公布博士 只是还没有成功 就吐血身亡 二十二夏普雷星人 夏普雷星人来到地球 是偷取地球的油元素 夏普雷星人是金属怪兽 可以变成人类的模样 名为板城 胸口的勋章 就是最好的证明 为了能够顺利偷取油元素 板城潜伏在炎村博士身边当助手 可惜 伪装得再好 也还是被发现了 二十三 基拉德拉斯 基拉德拉斯 是夏普雷星人操控的怪兽 基拉德拉斯有四种能力 第一天气控制 基拉德拉斯头上四个角发光石 可以任意使天气变换 第二地中移动能力 基拉德拉斯 可以像钻地机一样 在地下来去自如 第三高温免疫 基拉德拉斯的高温忍耐力 可以抵住地球核心的强力压 第四躯体攻击 基拉德拉斯身体重量高达16万吨 基拉德拉斯以16万吨的重量 敲打敌人 指敌人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